张子墨是什么翻插搞笑男 看登陆日官宣以为张子墨是个内向腼腆的小男孩 看了登陆日第一期 三分钟逗笑我十次 进场时选标签 直接披着被子登场 参观金钥匙的豪华房间 又一次贡献笑点 不看不看不看 走走走走 和服了呀 跟黄硕在一起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 黄硕机身中卫权搬离下卫权宿舍的时候 依依不舍 感觉硕哥走了我笑不出来了 世界上再没有一张脸可以逗我笑了 不是我又不是走了大哥 我这个走不是那个走啊 不是再这样我都有点磕你俩了 子墨哥身上有种没被公司污染过的松弛感 很多话可能别人讲出来就没什么效果 但从他嘴里说出来就感觉特别搞笑 出舞台主题曲三小时极限考核 不擅长舞蹈的他展现出专业完美的vocal表演 考核时没有展示舞蹈就深夜努力练习舞蹈部分 虽然没办法做到完美但在battle环节也勇敢展示 张子墨作为时代风俊音乐部唱作练习生 十岁就登上央视 十四岁自作词曲 钢琴键盘吉他作曲编曲样样都会 宋亚轩演唱会版的不往和刘耀文的不冬眠 都是张子墨改编编曲的 三代齿轮系列舞台里的狂妄也是由他编曲 里面的rap词都是自己编的 这单鞭而丁 这不经意的帅气 谁能想到我们子墨哥还是个08年的宝宝呢 怎么看都不像是时代风俊选出来的人 现在的张子墨有种单科竞赛被保送 但还是被拉去高考的无力感 李飞还是把他送去solo吧 我真的心疼子墨哥